題目練習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喔 題目說這個第七題 第七題它說這個 在下面的 VT 圖當中 請問你有誰是等加速度運動 OK 那我們之前有學過嘛 如果是 VT 圖的話 等加速度運動一定是什麼 是不是一定是一條斜直線 所以答案應該選誰 選擇的是 C C 才對 所以第七題答案應該選 C A 的話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它一直保持固定 所以它其實是什麼 你把它寫上去 這是等速度運動 那 B 的話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是 速度是越來越快的 所以它這個應該是屬於 變加速度運動 那豬的話當然也是變加速度運動 OK 那 C 的話呢 它的確是等加速度運動 只是它速度怎樣 越來越慢而已 越來越慢而已 所以答案 第七題答案選擇的是 C 現在這個 第八題的部分 第八題 那第八題跟第七題其實是 差不多一樣的題目 差別在於是 第七題講的是 VT 圖 第八題講的是 XT 圖 那 XT 圖 如果是等加速度運動的話 答案應該選誰 答案應該選擇的是 豬 這個答案 為什麼呢 因為 A 的話是不是水平線 水平線在 XT 圖裡面是什麼 是靜止的 OK 那 B C 的話呢 如果是斜直線 在 XT 圖裡面 如果是斜直線的話 它們都是什麼東西 都是等速度 直線運動 差別只在於 這個是速度 越來越來越 這個速度是正方向 然後這個速度是 負方向 反方向的這樣子 OK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九題 好那第九題的話 你看一下喔 題目講的是一個 VT 圖的考題 那它講的是一個平行線 你要學會把關鍵字 圈起來喔 好 那第一個 你要記一下喔 在 VT 圖裡面 只要是斜直線的話 它一定就是什麼 等加速度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OK 那這個平行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們的加速度是一樣的 加速度是一樣 只要是平行的話 代表是加速度一樣 好 接下來喔 在 VT 圖裡面 只要是平行的話 它的加速度就是一樣的 OK 好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是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喔 很明顯的 A 跟 B 就不能選了 為什麼 因為 這個答案的話呢 你看一下 加速度應該是相等 所以不可能選 A 也不可能選 B 好 那出速度的話呢 是誰比較快 好 以的出速度是誰 就是這個點 所以它是 0 那假的話呢 在上面這邊 假設它是 5 好了 所以很明顯的 假的速度應該 出速度應該比較快喔 所以答案選 C 那回到這個第八題這邊喔 剛剛有沒有講完 這答案應該 租才正確喔 所以這裡應該選擇是 租 OK 好 這個你看一下 很明顯 最好 我們再做一次 封物